今次有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人生第一次填詞 上一次作完曲之後 我自己就發覺 其實我自己都很有興趣填詞 如果我自己個人作品 我自己都很想每一次都一定 自己會參與到一個創作的部分 如果要把自己個人的元素放進去 最直接就一定是 你直接創作 那樣東西就最個人的 你就最容易投入到下去 所以我自己都很堅持 這件事本身 我跟Error說我想作詞 但Error是一種 一半一半懷疑 因為其實我沒有作詞經驗 我又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作詞人 所以其實她那一刻 她的反應就是 你先試一下,我們看看你作成怎樣 但最後作完之後她又說OK 我也很驚喜 我出我自己第一首單 其實有些很好的批評 都說你咬字太大力了 你唱歌每一粒音太用力了 可能不夠連貫 我自己其實看完那些 我自己都有記在心裡 這次R&B的 其實Edward 我的監製都叫我 不如你嘗試改一下你這個 這麼硬斑斑的唱法 這次就嘗試一下 看看我可不可以輕聲 和多些氣聲那種唱法 就可以讓別人聽起來舒服一點 有感覺一點之餘 其實都有一種好像很憂鬱的感覺 第二段副歌 第二段副歌的Rap 因為那段Rap 我自己覺得是最代表到 我很想追回那個女生的那種心 那段Rap是說 大概是你叫我 大概是你說我知道我要做些什麼 我什麼都肯做的 你只要說我就肯做的了 今次我一定要成功 我不可以再失敗了 那段英文Rap 我都放了很多心思 我自己的目標是 但是我用行動去令別人對我靈感相看 那就足夠了 坦白說 一開始拍劇的時候 我自己太緊張 所以我享受不到 因為很多時候 我說話會很失敗 或者大家經常說 我說話很傻 放不下我的偶像包袱 但其實我真的不是放不下 純粹是我緊張到我自然說不到話 那種感覺 去到拍《男孩女將》 我想第二、三個星期開始 就開始發覺其實拍劇也很有趣 我自己可能不太緊張 還有記隊伯又快了 所以整件事我發覺 其實做一部電影 其實你要代入一個角色 去了解他自己心目歷成 其實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因為以前花姐經常說我 一定拍劇不行 但這次拍完《男孩女將》 導演也有清紮 我其實也不錯 你有沒有說哪些是清紮 你覺得自己進訪呢 由我自己說 真的很噁心 我覺得這件事搞不定 我記得有一場 我和顧定軒在籃球場上 有一幕很感人的音樂 就是說我很想過第二隊排球隊 是黃隊 但我又怕自己的兄弟會加以我 好像背叛了他們自己走路 那種內心交纏的氣 那一幕收了工之後 導演就跟我說 你進步了很多 這次可以 我那天就突然信心大增 原來我也做到 我可以的 不用那麼緊張 那一幕開始 就可以放鬆自己 這次去台灣拍劇 應該比平時唱歌跳舞 甚至在香港拍劇 都大壓力很多 因為可能身邊的人 都不是我平時見到的前輩 所有人 所以在一個很生寶的情況之下 要做一件 不是自己無語的事 我都承認都不是真的很好 所以一定會很緊張 過於我現在真的好了很多 大家真的要相信我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不過是大家經常承認 然後覺得我一定說不到 但其實我現在是可以 留你們自我介紹的 不過現在不敢做了 待遲些給大家一個驚喜